SRP-F35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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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集到精工推介 我就會和大家分享SRP-F35K1 系列是屬於Monster Monster系列 而Monster大家也知道 之前推出的鋼鏈也得到好評 現在推出了屬於淺黃色的 這個令我想起 另外一顆 即是東方入面的A-Force 其實它們的顏色相似度 看到錶之後 這個Monster稍為淺黃一點 而它的特色 黃色再配在Base裡 整個畫面就拉開了 所以在裡面的錶圈來說 你是用淺黃色 但外面的Base是用黑色的自然 就沒有那麼突出 而反而它用了一個黃色的顏色配襯在Base裡 整顆東西就出來了 當然它也很用心 配了一個Selikon 叫做Army Green的 Selikon 錶帶 整顆東西就有一種 入森林 即是打仗的感覺 即是像我們那些Forester 或者Army 打仗的感覺 而一向也是堅持 Monster也是稍微 低端一點 它們用了一個4R36的機身 頒向旋轉錶圈 就是它是一個方向旋轉式 而Crown Lock招 都是Framers 都是鎖在4點鐘的方向 而自動上鏈機身 真的旋轉度 都是用了一個21600的轉數 大概1秒鐘 跳動式大概7至8下 而觸轉力 它都是去到41個小時左右 時差 是45秒至35秒 而日力顯示 都有一個拋槍 拋槍都會把日力放大 錶徑是去到42.4mm 而這裏 整顆錶來講 是你穿 無論是厚度或者重量 是適中的 這些就是我所謂 放棄首要條件的潛水錶 但是有少少失望的就是 由於King Tethers King Samurai 它們都用了一個 藍寶石水晶玻璃 而今一拜 這個黃色的Master 刀命又提升到 它都是用了一個Halax Crystal 而最大特點 黃色你怎樣帶到它出來 我們之前有玩過一顆Limited Edition 的Butterfly Fish 都是知道的 都是知道震撼性 一開始大家都沒有什麼受 沒有什麼受市場歡迎 誰知道最後一爆 就全世界在找一個 Butterfly Fish的碗錶 這個呢 我們帶出來 淺黃色 OK 現在就請號制噴一噴夜光 大家就看看淺黃色 就是令我回想 就是為什麼吸引呢 就是Butterfly Fish 那顆LE 都是配上了夜光出來的時候 由於我們駕駛 太陽直射 我們玻璃園的夜光 它enbrush出來 是看到是完全正的 所以駕駛車的朋友 是完全需要帶你 你可以看到它的黃色淺黃色 再加上 我手衛的夜光出來的效果 就是棒了 今天的分享 大致上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視頻 就記得subscribe like 和share我的video 謝謝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